大家好 欢迎收看急速拍档 我是小乔 那很多朋友呢 在买车之前就很喜欢看我们试车 但买完车之后看什么呢 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 说我的车刚买 我要怎么洗护它 才能让我的车漆历久长新呢 是啊 我在买完车之后 我是非常喜欢洗车的 但是一些错误的小操作 导致我的车现在全都是滑航和太阳纹 你看 这个滑航就是我用父母快乐车洗的车 还是要成这样子 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急速解说之 洗车点灭吧 洗车 怎么全是太有人 怎么全是瓜亨 一般来说呢 海绵上有很多密集的小孔 容易吸附砂石 用海绵洗车的时候呢 容易刮花车漆 而且这种往复画圈状的洗车方法呢 容易造成车漆上有很多的太阳纹 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洗车哦 那我们要怎么选择合适的工具呢 首先 纤维手套我会选择这种有两面材质的 像是纤维比较粗的这一面呢 可以用来擦车漆 纤维比较细的这一面呢可以用来清洗玻璃 那像毛巾呢我会选择纤维比较软 摸上去很舒服 像自己在家用的那种毛巾一样 那它对漆面呢也会比较好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自然风干 不要晒干 要不然到最后呢它会变得很硬 那到底我应该选择一条小毛巾还是大毛巾呢 小毛巾的优点是用起来会比较轻松 而且自己一个人洗车呢也容易拧干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强壮 或者你有一个朋友跟你一起洗车的话呢 大毛巾的收水效率就会高很多 来到重中之中 洗车液 哈哈哈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Ping Lady 那你就要用粉丝的洗车液 洗车液分为两种有光泽剂跟无光泽剂的 如果你今天洗完车之后 还打算进行镀金或者打蜡这样的工序的话 那就用一个无光泽剂的就好了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单纯的洗一个车 那你可以选择一些有光泽剂的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洗车液 上面是光泽剂 使用之前遥远使用 洗完之后就会有bling bling的效果啦 你们给这个桶有什么好讲的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桶 它是不同的 一般的桶它们是没有这个濾芯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濾芯上有很多洞 我们在洗毛巾的时候 那些砂石会通过这个洞 沉淀到这个桶的底下 而因为这个是一个锥形的设计 它的砂石不会反向被毛巾吸收 然后我们在洗车的时候 不会对车漆造成二次伤害 第一步将洗车液加水配成约300毫升的洗液 充分搅拌后倒入打泡壶就可以开始洗车啦 不同的洗车液按照瓶身上的说明指导进行配比 我们使用的比例为1比15 用打泡壶在全车喷上一层泡沫 理想的泡沫应该成奶丝状 喷完后静待3-5分钟让挂流充分进行 带走车身上的部分泥沙 避免在洗车时摩擦刮伤车漆 等待挂流的时间 我们可以准备两桶水 一桶清水 而另一桶洗车液和水 以我们使用洗车液为例 比例为1比200 按照瓶身上的说明指导进行配比 搅拌均匀打出泡沫 挂流完成后 用水枪冲洗车身 水枪与车身距离 喷到手不痛为适合距离 注意水枪该垂直于漆面进行清洗 光是挂流不能完全清除脏污灰尘 还需要用纤维手套进行擦洗 注意要顺着一个方向 不要来回反复擦洗 否则容易刮花车漆 同时每洗完一面板筋 要在清水桶里将纤维手套洗干净 注意要在滤网上来回刮 确保泥沙从手套上脱落 再占取泡桶擦拭下面的车漆 如果没有滤网也可以手动搓洗手套 擦完车身后就可以冲洗啦 除了车身 轮毫缝缝隙 轮毫 轮毫 悬挂 底盘这些不经意能刷洗的部分 也可以冲洗一下哦 冲洗完后用毛巾擦洗车身 洗车基本就完成啦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快速护理喷雾啦 也叫Quick Detailer QD 它能清除残留的水质 并完成漆面最后的护理 使用快速护理喷雾 除了能让你车身 Bling Bling 漆面也没那么容易 张灰哦 车子就洗完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几个洗车要点吧 第一千万不要怕麻烦 要用预洗流挂去除掉表面的浮沉 然后记得要用凉桶水 纤维手套也要常清洗 才能避免里面残留一些泥沙刮花车漆 然后第二呢就是 永远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工具 这样子洗车就能事半功倍 哦对了 刹车很烫的时候 记得千万不要用水枪对着刹车字哦 不然的话刹车很可能就变形或者裂开了哦 你们肯定会说 我们有专业工具 当然能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下一期我们扔掉所有专业工具 教你用最普通的工具 最简单的方法洗车 洗车姐妹花永远不分家 你倒是出来啊 出来啊 耶 洗车姐妹花永远不分家 每周一结束拍档第二条更新 记得准时收看哦 想知道本期洗车成本多少钱吗 关注光发账号 后台回复成本 即可知巧答案 看中间 我去洗车 你 我去洗车